美国又透过菲律宾的记者 他的媒体去公布了南海岛礁 而且是高清画面非常仔细 你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你说我们现在讲 原来这是一个记中记谋中谋 原来是美国在将中国的军 对 美国定期的定时的 不管是透过媒体或透过智库 他一定都会放卫星照 或是一些高清的一些相关照片 南海岛礁照片 对 告诉全世界说 现在中国在南海岛礁的进度 到底怎么样 所以他定期的都会放这些东西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的研讨会当中 都曾经问过美国智库说 你哪有那么多钱 去拍这些卫星照片 他说这是人家提供的 这都不是我们智库自己拍的 所以代表说背后是有一股势力 专门在丢这照片 那丢这照片的目的在干嘛 其实是要激起中国跟东南亚之间的矛盾 这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现在 很多周边国家都很讨厌中国 所以这是二逃杀三事 对 本来说东南亚国家 都是要靠中国的经济 跟中国之间好来好去 未来来讲的话 经济合作 所以你看到 这个很多国家都倒到中国 比如说你看柬埔寨啊 泰国啊 还有这些其他 那我刚念的这些国家 是完全跟中国之间 没有南海岛礁问题的 但是你看越南啊 菲律宾啊 马来西亚文莱啊 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就有纠葛 这个纠葛是什么 就是因为南海问题 所以当你这个所谓的 南海开始风平浪静的时候 美国就可以就丢出一些东西出来 让大家开始在吵 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些事情 就是说中国它到底 在建这个岛礁的目的在干嘛 其实都是为了面子问题 为什么变成这样 2013年 没有战略功能吗 2013年菲律宾挑战 这个岛礁太小 因为你知道 中国是最后一个近南沙群岛的 那近南沙群岛 站的岛礁都是最小的 那事实上来讲 它没有天然岛礁 那你看有时候照片 上面一个岛礁 上面站了三四个解放军 上面说捍卫国土这样子 事实上来讲的话 现在它建造这个东西 它告诉菲律宾说 我现在是有能力 可以建造岛礁的 我现在是可以做基础设施建设的 所以我把它设为 那是一种商场秀嘛 那你事实上 你回顾过往的历史来看的话 大英帝国那时候很强嘛 殖民马来西亚嘛 殖民新加坡嘛 但是他们认为说 这岛礁没有用处 他们根本不会去弄那岛礁 英国悬南但是没有用的东西 对 然后后来你看 日本站在岛礁之后 日本在干嘛 在挖鸟粪 那只有挖鸟粪就零矿嘛 后来挖了八年之后 挖到没有 后来也没有任何作用 全部都撤回去了 所以岛礁对它只有 鸟粪的作用 1929年当时 日本整个就撤走了 那撤走了为什么 事实上为什么 那时候英国也不想战 其实当时他们在冀中冀嘛 为什么 他想要让日本去战 战了之后呢 去跟法国之间有纠葛 越南是 越南殖民母国是法国嘛 所以日本跟法国之间 就产生纠葛 这是英国算计的嘛 现在美国是扮演角色 不就是英国在扮演角色吗 他在算计用这个东西来讲 中国建造越多越好 然后干嘛 弄中国跟东南海国家之内纠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